很多人都都对这个锡格斯板机很感兴趣 拿来在泳池使用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我连续好几次拉皮筋的时候 往上挂的时候呢 它都都钢针都会自己掉下来 但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掉反过来的话 这时候再勾一次板机 你会发现汤已经上好了 那看到这个位置没有落下去了 然后我掉过来 它已经回来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 如果是回来的情况下 我们说这个时候再往里擦钢钢 插不进去 不管怎样都插不进去 插不进去的 我们只有说再勾再次勾板机 这个时候就插进去 这个时候插进去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框量太大了 你会发现前后的框量 左右的框量 看到没有 左右的框量 前后的框量太大 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成果啊 这个是展示一下原先的 现在上好糖了 拔不下来了 我们勾板机 它掉下来了 就能上了 那如果在倒立的情况下 我们一勾一扣动板机 它现在自动上糖了 看这个位置就知道了 它就录下来了 它现在自动上糖了 以后呢 我们再插 是插不进去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把这个放上去了 以后 这是我做的弹簧 我把这个弹簧安装上 就是我做了一个洞 把它插进去 OK 现在你会发现 它不会上去了 它不会再上去了 它它掉了 你勾完板机以后 它会掉下来 但是你如果倒立的情况下 它就不会再上去了 看到没有 一会我会安装上 看看效果 我们看看成果什么样啊 现在是上好糖了 勾板机下来了 然后 听它已经上上去了 然后我们把它倒立过来 这扣板机 它下来了 现在刚才是下来的 那我们现在 OK 现在下来了 我们去勾板机 多勾几下 OK 然后我们现在 看能不能插上 插上了 然后我们再勾板机 然后我们再多勾几次 然后我们再插 就上去了 OK 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来我们来 先看一下这个位置 在这个洞里边 看看能不能这样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是倒立去勾的 那我现在插上看 我现在插上看 我现在插上看 看它没有 那我现在 看出来了 所以说不再 改装完以后 就不再不再有这个 说是这个枪 倒立过来以后 你勾我的板机 这个会自动锁住 没有这个问题了 已经 任何时候都可以了 让我们看一下 这五辆 这个面也可以 那咱们把它将冬板下来 倒立回来 然后勾板机 然后插上 完美搞定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枪又稍微改 改进了一下 它现在这个板机 跟我自改 听听 听到没有 啪啪一声 声音很清碎 线也会往前推 稍微推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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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